加拿大最受职场青睐的大学 您是否计划来加拿大留学工作 通过加拿大毕业生工作签证项目 您可以在学业结束后在加拿大临时工作 将来可以转成永久居民 求职广告上常常要求申请者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取得加拿大大学的学位或证书 不仅能帮助您获得申请移民所需要的工作经验 还能为您的移民申请加分 让我们一起来看加拿大毕业工作签证项目的详细内容 以及大学申请的一些情况 何为毕业生工作签证项目 加拿大毕业生工作签证项目的目标 是帮助您毕业后顺利地在加拿大临时工作和生活 要获得临时工作签证 您必须从政府认证地能接受外国学生的指定教育机构毕业 绝大多数的这类教育机构分布在安大略省 鬼北克和皮诗省 目前全加拿大有1542家指定的教育机构 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申请加拿大毕业生工作签证 完成您在指定教育机构的学业证书或学位 学习时间必须超过8个月 必须是全日制学习 当您申请加拿大毕业生工作签证时 您的学生签证必须还有效 从您毕业开始您有180天的时间可以申请加拿大毕业生工作签证 自您递交申请算起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 成功的申请者会拿到和您学习时间等长的临时工作签证 最受职场青睐的大学和专业 就读于一个好大学 不光能让您接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也会帮助您在毕业后获得一份好工作 下面是加拿大最受申请者欢迎的十所大学 和大学中最受青睐的专业 1. 多伦多大学 应用科学和工程 艺术和科学 建筑设计 医学和牙医 兽医 护理 药物科学 医学和生物化学 3. 皮士大学 医学和生物科学 传媒 4. 亚伯塔大学 医药和科学 兽医 护理 药物科学 商业管理和经济 会计和财务 5. 蒙特利尔大学 医药和牙医 兽医 护理 药物科学 计算机科学 6. 迈克马斯特大学 医药和牙医 兽医 护理 药物科学 7. 华铁卢大学 工程 机械和航空工程 土木工程 电子工程 化学工程 8. 瑞尔森大学 数据科学 分析科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硕士 9. 约克大学 媒体传媒 艺术和人文科学 法学 社会科学 10. 特伦特大学 应用科学和工程 艺术和科学 建筑设计 申请加拿大大学所需条件 来加拿大学习 您需要申请学习许可和临时居住签证 TRV 或者电子旅行签证 ETA 学习许可允许您在加拿大境内读书 TRV或 ETA 则允许您入境加拿大 下面是申请学习许可的要求清单 满足您所申请的指定教育机构的所有录取要求 满足入境加拿大的一般要求 有效护照 简历 学习意图说明书 有效语言考试成绩 雅思或托福 资金证明 供您在加拿大学习生活 健康证明 无犯罪记录 证明您毕业后会离开加拿大 硕士和博士专业申请人还需提供两封教授推荐信 雇主推荐和学历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